民进党正副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跟陈建仁的英人配 昨天在高雄骑山首度合体造势 骑山是陈建仁的家乡 首度同台别具异议 也展现民进党对陈建仁的尊重 11月22号晚上高雄骑山的体育场满满都是人 这一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参选人陈建仁 第一次联媒站上舞台造势 台上一致排开总统副总统参选人 再加上立委候选人的竞选团队 民进党士气如虹 我很感动 原来政治的派系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团结 比基山更好 比台湾更好 比高雄更好 对不对 这是我们基山优秀的主题 刚才大家听到一讲话 大家的修改应该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参逸做副总统好专人 是一个真正的参选人 大家都叫叫叫 骑山是陈建仁的家乡 民进党选在这个地方 让总统副总统参选人共同上台 别具异议 也显示出对陈建仁的领域和尊重 现在距离明年1月16号不到两个月 选举造势越来越热烈 不过对于正在台北进行的货贸谈判 蔡英文稍早表示 立法院要尽速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现在正在谈判中的这些事项 都要在我们两岸监督条例通过以后 我们按照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些规定 真相的来检视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国民党可以配合 我们尽快的来审议这个两岸监督条例 这两天在屏东高雄的造势场上 蔡英文总是显得自信满满 除了尽全力帮去立委拉台声势之外 她也一再强调部分区立委名单的重要性 为的就是希望民进党可以同时赢得国会大选 首度获得全面执政的机会 记者李慧宁 孟昭全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